- 各位观众罗,MT的早上网,中文化,晚上好,我是郭继解说,狗托驰,今天要带来一个非常罕见的对局,讲道理只要有叉子的对局一定非常的罕见,这就对了,那这个角色确实在原来的版本当中非常少有人用,但是在这一次的大更新以后啊,叉子这个角色突然就变强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加强在几个方面啊,第一点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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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2是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抗压空间,在对手压制他的时候,用一下VS2就可以直接往后滚掉,在原来的版本当中他还必须得交一个VR才能走啊,你可以感受到他变强了,上来就起路飞吃了个屁,对不对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的VTE的火力和后续的压制方面都改的比较好啊,就对手防住的还能继续压对手,这也就是VTE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改动,如果能够做好一个下重角加VT的确认的话,对手其实, 在防御下盘的方面压力会很大啊,所以路飞在这里需要很小心的,在对手有VT的情况下,去做一个立回的工作 现在已经到了版边,往后拉一步,想看一下对手的行动,直定投被对手先一步抢中,直接选择叫了一个巴萨躲出去,但是路飞这边想追,追不到,再给一发投,投完以后前前再投,后跳,哦,这边因为叉子的后跳轨道比较短,被路飞追中一个后跳,一波到了版边,下重拳开启自立VT, 这一波VT直接被对手解掉了,有点难受,交了一发VR,什么都没打到,但叉子这边手上的血量,实际上是更加落后一点 我这里突然在对手脸上交了一发VS,还真就躲掉了一发中角,一波来到了版边,中拳转一个圈,但手上没叉子了,转圈也掏不出别的东西来,下重角被防, 一波EX三拳到版边,一发直进头,直接摁倒在地,路飞在吃完一个屁以后马上就睡醒了,给了对手致命的一只 现在就来到了第三灯 开场叉子这边,哦,做做假动作,那顺便还能攒带能量,又非常的安全,但他不太愿意一直这样子做,看上去太low了 那这样往对手脸上一送呢,也是给足了路飞机会,一波就直接打晕了,吼一个麦,吼一个麦以后连招掉了,那路飞也是给到位了,给了对手一个机会 接下来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个机会出个指令头,不然这个麦就摆好了 现在叉子这边对于下段的控制就非常的有利,你看路飞这里就不太敢去左右走,更多的是选择下蹲,哦,这里选择偷逆向 这里偷逆向偷完发现被防住以后呢,赶紧交了VT,想要去打一下路飞的抢招 路飞这里也非常的冷静,知道对手有可能会交自己的VT,所以选择蹲在原地不动 这里一发EX巴萨,下中角,点完,对手这里反抢,哦呦,这里出招其实非常大胆 在对手脸上去出力的重拳其实很危险,一旦出空的话很有可能被反应快的选手一个重拳就拍脸上了 再一发巴萨,这里最后一点血量,前前以后下段一波直接带走,那叉子这边是拿下自己的第一分 这个对局其实在以前早些时候的话,其实叉子很难打 一旦被路飞这边压中,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的话,由于VSR的存在,路飞这边需要考虑更多他的一些行动可能性 他选择进攻的时候就必须要犹豫一波,或者直接瞄准你的VSR去追 这里一发VSR摸到一个角,还不错 指令头没有中,对手反手给一个,摁倒在地以后下段再走一波直接打晕 路飞在开场的时候又一波被打炸了 这里连招是掉了还是准备做修正的 我总觉得看上去像是有意义的修正 总拳,然后下中掉下来,只得走一个逆向 三段一连,最后一个冰点 对手想要交VSR最后顽强的反抗,没有用 直接被路飞一波摁倒板边 接下来人应该就没了 路飞这里表示只要不断的出自己的下青鸟,就可以点死他的对手 那这样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灯 路飞这边手上有两格的资源 也就是说他在近身战当中是可以打出更高的火力 路飞的性格不太喜欢直接凹一个什么东西 更多的愿意去打一些确认,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高手的自觉 下来一发,直接把对手送到在地,挑中角下来 以后只得走一个下段,放倒在地一发重拳,给到一个碎康 对手就直接晕掉了,这一波晕完以后 走的还是一个正面,对手这边明显是拉反方向 想要去防腻,但是防错了 下中掉放倒,最后的机会能不能靠自己的一波VT 加上资源来反打一波 再飞一下对手这边,叫VT 但是这里一个直定头,这里直跳 直接跳起来按了个重拳,不知道他准备干什么 比较可思呢,这样的话比分已经是来到了,1比1 直接前前两下,晃到了对手的一个拆头 没有做任何的后续确认 他在这里可能是失误了,我也会经常有按 本来只想按一下前前,就会按快了,变成两下 自己都没反应过来,赶紧先溜再说 一个中角打完以后一发直定头 压过去直定头,第二发没有中 那这样吃一波缺反,缺反倒地以后 后手的压起身先走一下下段 陆飞牢牢的防住以后 找到一个机会,一个重拳就还过来了 一波到了板边,请攻击点完 再一发直定头,最后的这点血量上天入地 哎呀,这个死得其所,死得其所 这个死在屁股底下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嘛 对吧,要我的话我也,我还不想死 好,那现在就到了第二灯 中角被防,然后中拳直接走过去前走 那这样的话会有个时间差 对手一抢招一动就吃一个康 陆飞在这里一波又被打了一个逆向 再一个直定头,现在叉子这里有很多很骚的操作 在压板边的时候突然一个换到逆向 你还反应不过来 中拳压完再一个直定头 啊不对,这是普通头,就人没了 那这样双方已经是达到一个角色的赛点 到底谁可以拿下 我看陆飞这里手上资源是挺多的 但他好像就不太愿意用 刚说完他用了 上来先拿一个机会 但是因为这个三拳打完对手后起身距离很远 他也没什么别的可以折的 就拍一下中拳对手只要拉的后就走掉了 除非这个时候陆飞在前前冲过去 对直接给一个C了 叉子这边C 打完以后陆飞的血量已经不是很乐观了 但是他手上是有VT的 有这个VT在,就一切皆有 可能没可能了 对不起了,游戏已经结束了 我这陆飞在这里最后叫一个VT 就呃,轻角点完对手直跳 那今天的这些视频就到这边啦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